来看例题1 来我们练习一下这个代数式的简计 来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叫-3乘以x 因为这个乘呢 长得跟x很像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点 那甚至呢 把这个点直接省略叫做-3x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呢 如果有很多数字怎么办呢 可以根据乘法的结合率 -3先跟2乘起来 -3乘以2叫做-6 -6再去乘以x -6乘以x呢 可以把乘改成一个点 那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点呢 把它省略叫做-6x 就是这样 那第三小题呢 -3乘以x再乘以x 这两个x乘在一起呢 叫做x的二次方 那在前面乘一个-3 就变成-3x的二次方 那第四小题 x除以3 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在国中这里 其实在国中很少遇到这个除 那为什么很少遇到除呢 因为除都变成分数了 x除以3 我们就会这样写 x除以3 就写成三分之x的意思 那有些同学呢 他就会说了 老师 这个x除以3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写 把除改成乘 那除以3就是乘以三分之一的意思 这小学有学过 对不对 那x乘以三分之一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 三分之一乘以x 也就是三分之一x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三分之x 事实上呢 它也可以写成叫做三分之一x 刚才老师有说过 这个x的前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1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三分之一x 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写成三分之x 或写成三分之一x 这样都可以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小题 第五小题 x除以-3 你就直接这样写 把它改写成分数 x除以-3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 负号呢 可以写在分子 可以写在分母 也可以写旁边 写答案的时候 要写在旁边 所以你可以变成是 负三分之x 写到这里就算对了 当然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负三分之一乘以x 可以 这样也是对 这两个答案都是对的 那第六小题呢 第六小题 这个有些同学说 老师 我这样的话呢 我写成 我如果把它写成x除以-3分之二 诶 我不会写 这个很麻烦 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就把除改成成成 这里呢 就把除改成成成 分子分母颠倒 写成它的导数 负三分之二的导数 就是负二分之三 好 那就是x除以负三分之二 就是x乘以负二分之三的意思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数字写在前面 就是负二分之三 乘以x 那乘呢 可以把它改写成一个点 或是直接把它省略 就变成负二分之三x 写这样就可以了 那有些同学会说 那这个老师 这个x呢 到底它是要算分子 还是算分母 也就是说呢 这边负二分之三x 到底这个x呢 如果我们继续再乘的话 可以把它乘在分子 变成负二分之三x 还是写成分母 负二x分之三 这里呢 要同学 这个特别跟同学说明一下 这个x呢 事实上呢 它其实叫做一分之三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叫做负二分之三 乘以一分之三 那其实呢 应该是写成 负二分之三x 而不是负二x分之三 所以这个负二分之三x 这个x算分子的 不是算分母的 因为这个x呢 叫做一分之x 请同学特别注意 那我们再看 右边这个笔记栏 0.3乘以a乘以b 再加1 好那 0.3乘以a乘以b 叫做0.3ab 那这样 就是这样写 0.3ab 再加1 就这样 那有些同学说 老师那我0.3 可不可以变成十分之三 十分之三ab 再加1 可以 那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变成 十分之三ab 加1 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这边跟大家 做一点说明